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天地我是陈静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昨天的一个台股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情况 加钱指数昨天是怎样 小涨三点作收 而成交量大约是在900亿元左右的一个水准 而昨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看是什么 追价华力 甚至很多做空的一个老师告诉你说 大盘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小心 可能会怎么样 可能会跌会奔 但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 昨天告诉你说 看起来却是怎样 相当的一个精彩 精彩可奇 为什么老师的一个看华 跟市场上很多的老师不一样 而且过去不论是8230 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甚至在3月24号的一个第二次的一个回测买点 一直一路到这一次的一个9014的一个加速感底触底的一个反弹 我们完全精准的一个掌握 为什么我们能够掌握到 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看空的老师还是继续看空 过去从8300 8400 8500一路的一个空上来 好不容易大阪指数因为激温的一个效应的一个关系 从9593这样的一个拉回来 但是拉回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看空的还是告诉你看空 这些根本说说真的 根本没有什么好谈的 一路的一个死空 真正转折气息浮现的时候 又不懂得带你来还手做多 这样怎么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昨天很多人 甚至很多做多的一个老师 告诉你说哇这个大盘你要保守 这个大盘还会再拉回来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大盘 非常的一个精彩 你不要想说它会有一个多大的一个拉回的一个弧度 各位来 昨天的一个大盘情况 老师就告诉大家 很多人看到哇大盘只有小涨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 昨天的一个ODC贵买的一个指数 持续强谈的一个大涨 的一个开高大涨上来 而且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一个上市会公司的一个涨停满加速达到几家 达到50家嘛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就是啊 市场上的一个法轮跟业内本土的一个资金 做多的一个企图心 非常的强烈嘛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你不要忽略政策的一个做多的一个心态 做多的一个企图心 再叫下来就是啊 大陆11长假 欧美感恩节跟圣诞节啊 这些忘记需求的一个拉货的效应啊 所以可以预见未来的一个上市会公司啊 的一个营运业绩可以持续成长 向上的前提之下 各位啊 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以为来到前高要震荡了 但是老师告诉你什么 精彩好戏还在后头嘛 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要放过这样一次的一个难得的一个这样 大好的一个机会嘛 这一点啊 甚至老师啊 在上个礼拜六的演讲会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嘛 不论是就时间坡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做多嘛 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这样很大的一个空间嘛 或者是啊 就空间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哇西大坡的一个反弹 各位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上礼拜的一个演讲会长上啊 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内容啊 如果说你上礼拜啊 你有来到我们台北的演讲会长上啊 恭喜大家啊 你看你今天你多幸福啊 你礼拜六你来演讲会 听演讲 然后呢 礼拜一大涨 礼拜二礼拜三 今天持续大涨再创新高 让你马上可以开心大转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啊 今天的一个大盘啊 果然就是照我们的一个规划啊 继续开高强谈大涨上来啊 而且啊 成交量也顺势放大到多少 1156亿啊 或许啊 随着今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啊 再度的一个大涨上来 来到949一点 已经集中逼近前高的一个9500点的一个关卡 可能在这个地方啊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可能会担心啊 担心什么 担心说啊 啊老师啊 过去啊 你说9014啊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啊 但是 我当时我好害怕我没有跟上啊 而且在上礼拜的时候啊 大盘再次的一个震荡啊 你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你真的要赶紧来把握啊 但是呢 又没有跟上那么现在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 已经又来到将近9500点的一个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到底还能够买吗 还来不来得及吗 我可以很短定的决定的一个告诉大家啦 你都还来得及啊 我未来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 等着你啊 一起开心来赚钱啊 可能啊在今天大涨过后 明天再开高有一个创新高 可能啊会有稍微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盘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震荡的一个洗盘 就是你的机会 为什么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啊 几档的一个股票啊 可以看得出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档是电子减速设备的一个捍卫科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档的一个股票 它代表的是什么啊 代表的是过去啊 这些的一个业内的一个高价股的代表嘛 啊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它的一个股价啊 会从1400多块一路的一个 大幅度回涨的一个修正来到多少 1065块 原因就是啊 过去的一个装机设备的一个高峰期 已经过去了嘛 啊过去了 当然这一段要做修正嘛 啊修正下来之后 来到1065块的一个位置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哦 像现在啊 台积电啊不是要抢明年A9 苹果处理器的一个大订单嘛 那么要抢苹果处理器的大订单 那么它的千金制程16nm的设备 它可能会提前一剂或两剂 来做一个投产的一个开出 那么既然会提前一剂到两剂 那么你想想看 它现在是不是要先怎么样 先装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最近能够一路的一个强谈大涨上来 甚至今天还要怎么样 盘中还亮灯涨停板 当然今天来到140 来到前高一定会震荡嘛 我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的动作啦 那么再来看这一档啊 就是5272的一个深刻啊 它是雾年网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样关键的零组件 色评的金片啊 那么谈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时候 在早上的一个时候 老师在早上9点之前 8点到9点 接受的一个三立财经台签管签 的一个装潢的一个现场节目的一个时候 甚至啊主播还问老师说 升官雾年网的一个体材 到底要看哪一档的一个主流 老师就直接当务了断的告诉他 我就是看深刻啊 为什么是看深刻 各位劝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嘛 在过去的一个时候啊 当时候的一个2月份的时候啊 当时候的一个雾年网体材啊 还没有大家市场上 还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 沉浸啊 领先市场告诉你 后来包含我们台阶电的一个 董事长张忠摩 也跳出来帮我们做背书 包含的一个怎样 莲花科也告诉你 接下来的一个物联网 这是未来的一个世界 包含着一个Google 包含着一个微软 也都告诉你 物联网 是下一个世纪的一个怎样 大商机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当时候啊 我们在2月5号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2月5号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2月5号刚好新春开放盘 那时候老师啊 除了一家 哇一家当时候 你看很棒 然后再包含什么 西伯 你可以看到啊 西伯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这一路以来 能够一路的一个狂飙大涨 因为物联网的一个需求 营运的一个设备需求啊 当时候的一个西伯 才在几块钱而已 各位 当时候西伯才在50块附近啊 后来你让一路的一个飙上来 你想是不是都想不到啊 包含的一个2月17号的一个时候啊 我们带会员朋友啊 所布局买进的一个立望100块啊 后来一路飙到200 再飙到300啊 各位 你是不是都想不到嘛 就是因为你想不到 古切才能够这样一路的一个年面大涨上来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包含这一档的一个深刻啊 为什么今天又开始怎么样 风云再起啦 那么包含这一档的一个亚太 这个都是什么 燕燕的一个代表股啊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能够持续的一个大涨再创新高 因为他透过什么子宫式的一个亚太 切入大陆 1300万画素的一个行动装置的一个光学的一个镜头嘛 他具有一个转机的一个成长嘛 这些你要知道你要掌握嘛 你不知道你不晓得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会涨你怎么来掌握啊 包含的一个怎样 面板股的一个群众也是一样嘛 过去因为机身效应的一个冲击嘛 但是你要知道啊 他现在高级系的面板市占率达到24.5% 是全球No.1第一的一个一哥嘛 而且他还是切入什么 Tesla的一个车用面板的一个供应链机啊 航台9.5寸的一个怎样 面板的一个商机嘛 所以为什么你看今天的一个群众啊 今天的一个友达啊 这些的一个股票都能够大涨上来 当这些的一个体财股 一档接着一档啊 不断的一个怎样上涨再创新高啊 包含很多的一个跌生股啊 也在这个地方啊 也开始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怎样 轮动的一个很难上涨啊 你可以看到啊 来TPK啊为什么会上涨 过去也当一年多啊 的一个平坦5.5代场终于要开始投产了嘛 开始投产告诉你什么 有这个需求他才会投产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会怎么样 会跌升的一个反能上来 包含的一个怎样 大型游乐体感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设备商啊 的一个智慧啊 最近也是怎样 也开始展开一个 报复性的一个反能上涨的一个走势 甚至蓝宝石基板的一个日洋也是一样 以及啊 在意美商机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耀牙 你可以看到 过去这些啊 被市场上啊 挫杀的一个股票 现在一档接着一档啊 不断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强谈的一个大涨上来 这些就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后市的一个行情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 那么既然后市的一个行情 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啊 如果说之前啊 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不论是加斯达 印华 信翰 甚至到Superman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操纵 档档股票啊能够啊 都能够让你啊 能够狂赚大赚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接下来 我希望老师入戏锁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标股 我希望你真的你要赶紧坐在教室上啊 你千万啊千万不要错过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底 我们要锁定哪些的一个股票 那么我想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我们除了跟大家再的一个强调 9月份是平开股的一个重头戏 所以我们的一个持续锁定的一个日月神教 你可以看到日月神教也是怎样 也是满满满满满满的一个垫高嘛 股价很漂亮 这种啊等于是十那九稳的一个股票嘛 但是像这一档股票 之前老师跟大家说过的奶油的一个南瓜汤 为什么老师非常看好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甚至上礼拜六老师在演讲会场上 老师也特别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礼拜五老师也跟大家公开做预告 那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营运线转机 你可以看到现在PCMV的一个回温嘛 还包括SATABUGS游戏机跟四G啊 还有车用啊 以及自动化设备这些所需要的一个高阶IC载板 需求大幅攀升啊 带动它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营收 是创了十季的新高 毛利率大幅向上攀升 第二季的一个获利啊转盈啊 第二季的获利达到1.29块 比啊第一季还要大幅成长63.5倍啊 并创下十一季的新高啊 更漂亮的是什么 更漂亮的是它到去年底为止 每股的一个净值 还高达59块钱以上耶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啊上礼拜 上礼拜 带会员朋友布局买进 全国所有会员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签证 51块钱买进之后 当天先买先赚 然后隔天马上怎么样 开心赚涨停 这些股票老师在演讲会场上 都有跟大家一起来做过分享 那么这两天强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盘 量缩强势震荡洗盘 放量突破 量缩强势震荡洗盘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问你你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当然要赶紧坐在胶子上啊 情况不要等到 老师跟他所锁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哇又开心又大涨上来 陆续的一个大涨大涨在创新高的一个时候 你那时候你才来说 哇老师啊 哇我股票我又没有跟上 怎么办 怎么办 各位 来 你可以看到 过去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不认识加世达 当时从6月30号的一个时候 我们到所有会员朋友布局白金之后 第一波这样一路的一个赚上来 甚至在6月27号的一个时候 老师还特别准备一份的一个怎样 7月份标股奖先赚的资料 事先跟他做分享 有没有 来 6月27号 加世达 卫华科也是很标嘛 你都可以看到嘛 来 提前跟他做分享 这样一大波的一个上涨 起码都是七成八成的一个获利 包含的一个怎样 硬是了得的一个印华也是一样 当时7月14号老师还特别开放免费感恩体验的一个活动 当时有打电话进来参与活动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几根了 8根10根的一个涨停板 包含的一个怎样 科技新贵的一个新汉也是一样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7月29号老师 事先公开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我告诉你科技新贵五年的一个大底 但是你看你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你看 在7月30号礼拜三的一个时候 你看老师又送给你包含新汉 包含的一个印华 你可以看到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让你跟着我们很开心的一个坐在轿子上 你有没有买我不晓得 因为你今天没有老师来 你看你没有我的一个讯息 或许你会在那边犹豫 但是你有买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有老师的讯息 你是老师的会员 你看你敢大出手 这一波这样上来 又是6根7根的一个涨停板 甚至包含一个什么 Superman Superman的一个操纵 也是一样 将近两成的一个获利 还有昨天我们把中行 给他开心获利换口袋 正好就说又是怎样 小差一点也将近怎样 一根的一个涨停板 所以你会发现老师跟其他老师 有什么不同的一个地方 我们实在做实在讲 而且会员开心转 我们股票不多 你可以看到老师每天 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都是一路跟他做追踪 老师帮他所掌握的一个股票 都是有本质有体材 有未来性的一个 展望的一个好股票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标股 一档接着一档 所以如果说假使你在这个地方 你操作不顺 股票被套牢的话 在这个地方你摆着 你放着不管真的不是办法 涨不动就是涨不动 涨不动你放在那一边 你每天的一个心情 你都不好受 如果说你真的 你有股票被套牢的话 没有关系 来 老师来帮你处理 帮你解决手上持股的一个问题 不管你有生气股 太阳人族群 或其他弱势的一个电子股 你交给老师 老师来帮你吸收不良的一个会集 并且让你可以在 己见零负担的一个情况之下 老师盘中勤势 带你来以股换股 让你可以一路开开心心的 来掌握 赚大钱的一个机会 待机投稿 缓败为胜的一个计划案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也非常欢迎大家 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处理人员 来做一个洽询的一个动作 那么下一节回来 老师要跟大家报告一档 F勇士 F勇士老朋友 又即将封赢在一起 那这档股票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咯 如果之前老师跟阿索分享的一个股票 不论是加世达印华星案 甚至包含的一个 Superman的一个超人在线 这些的一个股票 党党都可以让你狂赚大赚的一个好机会 但是你错过了 或者是没有跟上的一个投资好朋友们 现在你都还来得及 我希望你要赶紧坐在载子上 千万不要等到老师所陆续所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又持续的一个狂飙大涨上来 这个时候你才打电话进来说 老师还有没有 我觉得这样并不太好 我希望真正好的一个股票 老师跟阿索分享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 就能够坐在载子上 比如说像第一道的一个奶油南瓜汤 那你可以看到上一节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上礼拜五我们待会员盘有布局买去之后 然后怎么样 这两天强势震荡就是你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看到这谁在买的 人家在帮我们坐台载 我希望你能够怎么样 坐在载子上 那么第二道的一个画室的一个蘑菇笼跟汤 那这档我们有时间在谈 我们先来谈第三道的一个现炸红萝卜汁 来 这一档现炸红萝卜汁 今天盘中杀到平盘之下 我们要出手了 又出手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它是一档连接器 拥有自己的一个这样 军工研花的一个中心 而且它六箭齐花 4G 智慧型手机 平板 MV 车用 连接器 游戏机 这些领域大有掌握 并且7月份营收突破4亿元 创两年新高 毛利率大幅攀升 第二季美股赚1.48 企增1.9倍 连增3.2倍 上半年获利已经超越去年整年度的获利水准 加上定了一个违汉 明年1月1号 基准日合并生效 抢进公共的一个领域 那以违汉营收每年20亿 明年等于是 还营收上看70亿 可以跳增7成 巴韩董事长也说 未来的一个营收 他们的一个目标 要上看百亿元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它获利不棒 有未来有成长的一个体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从8月8号40块到会员朋友开始来进行锁定之后 这样第一波一路的一个大涨上来大赚上来 然后甚至在8月22号44块6毛你看 你找一天拥有沉浸的一个讯息 你就可以找一步实现获利赚钱的一个梦想 从40块然后到现在已经来到47块48块了 这样已经怎样 将近两成的获利 而且还欲罢不能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还是还是那么的一个漂亮 所以我希望老师陆续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我希望你真的你真的要赶紧来把握 人生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一个好机会 包含的一个作家贺博也曾经说过 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 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 你还是有选择的一个好机会 你可以看到你今天你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 包含的一个加仕达 是过去从这样6月30号 从低档大尼马进 一路开开心心的一个转上来 或者是5392的一个印华 印试了得 从低档大尼马进 也是一样这样一路的一个开开心心的一个大转上来 包含的一个科技新贵的一个新汉 也是一样这样一波一波接着一波的一个大转上来 包含的一个超人在线 Superman的一个操纵 你可以看到 这档股票我们买的时候 视线跟他做分享 卖的时候几乎卖到最高点 漂不漂亮 以及怎么样 中行 所以你有没有选择 你有选择 真的你要跨出这一步 你要懂得跟对人 那么最后剩下最后一分钟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一档 勇士 是风云再起 上半年赚5块多 以逼近去年全年的获利 Q2营收延增四成 营业率从过去去年11%多 已经大幅攀升到20%以上 而且大客户大订单加持 大陆积极推展 干净人员需求 第三季第四季产能满载 未来两年订单不予规划 因应市场大单的需求 也公司积极扩产 全年中有倍增挑战一个股本 以上的机会 这一档到底是哪一档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投资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你就把这个电话把它拨通 老师报给你知道 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大家那么支持沉浸我 老师也很累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代金投稿 反败为善的期望 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最后对大家操板顺利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省顺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